哈喽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阿里亚斯不少陆剧收视女神都有新剧代播 像是谭孙韵在你比新冠美丽一结局后 有大女主经商古装剧赎尽人家 谭孙韵这部剧和养子国色芳华 赵露丝珠连玉木题材相似 这播时肯定被放在一起对比 而迪丽热巴手握悬疑质怪剧 萧綦清壤 最近也接下古装爱情剧 穆续慈 你最期待哪位女神的作品呢 近期微博也开启投票 以下是网友票选最想看她的带播剧 陆剧女星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带播剧 陆剧女星Top10 田锡薇大凤打羹人 紫叶龟半数男女低智商犯罪 田锡薇是这一两年窜起的九五后小花 被看好有望成为继赵露丝 余淑欣之后 又以为九五后顶流 田锡薇的几部带播录剧都很有看点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古装剧 大凤打羹人和紫叶龟 分别搭档王河蒂和徐凯都是帅哥啊 大凤打羹人是大男主古装剧 找来坠序的导演加编剧 是今年度的重磅剧 不过大男主剧的风头 应该会在王河蒂身上 另一部紫叶龟是古装奇幻智怪剧 正值的高道士小郎君 VS 顽固猫妖大姐姐 人设很新鲜 徐凯和田锡薇也扬眼很有看点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带播剧 陆剧女星Top9 谭颂韵 赎紧人家 逍遥 最近热播的你比星光美丽 再次证明谭颂韵的抗剧能力 谭颂韵今年推出的每一部录剧 几乎都顺利走热 收拾表现亮眼 而接下来谭颂韵有两部强荡古装剧待播 一部是搭档侯明浩的仙侠剧 逍遥 讲述百余年前 人族女子逍遥 意外唤醒被封印的邻军红叶 两人从互不信任到踏上旅程相爱的故事 这CP很扬言啊 不过先来的应该会是另一部古装剧书景人家 大女主经商题材 找来谭颂韵正夜成主演 接下来有三部都是唐朝背景的经商剧 除了谭颂韵的书景人家 还有杨子国色芳华和赵露丝珠连玉目 不知道哪部会出圈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带播剧 陆剧女星 逃跑吧 余淑欣 永夜鲜河 嘘 国王在冬眠 余淑欣自《灿烂绝》爆火后 就成为九五后流量小花 话题度非常高 而接下来余淑欣有两部剧带播 一部是和灵异的现偶填宠剧 嘘 国王在冬眠 另一部是万众瞩目的古装大IP 永夜鲜河 余淑欣搭档定语系 话题度更高的是永夜鲜河 永夜鲜河和《灿烂绝》一样 由恒星引力团队制作 风格有点类似 都是东方奇幻风 原先因着《灿烂绝》的成功 让大家对恒星引力的作品有了期待 没想到之后 该团队推出的七十吉祥 胡亚小红娘口碑都崩盘 让大家对永夜鲜河也打了个问号 希望它会是《灿烂绝》的质感 微博票选最想看它的代播剧 《陆剧女星》Top7 赵金麦 漂白 樱桃 琥珀 赵金麦拿下地气 赵金麦一直是演技很受好评的新生代演员 不过今年他推出两部偶像剧 在暴雪时分和杜华年 网友评价都很两极 有些观众认为赵金麦演技依然稳 不会让人出戏 但也有观众指出 赵金麦和男演员CP感偏弱 演爱情戏很难让人有磕生磕死的感觉 不过赵金麦演技还是在水平在线的 口碑没有大幅崩塌 接下来他还有两部带播剧 一部是悬疑题材的漂白 另一部是刚官宣的现代甜蠢剧 《樱桃琥珀》 《樱桃琥珀》是赵金麦和张立和的二大 两人合作完杜华年就马上宣布再搭档 被说是史上最快的二大 微博票选最想看它的带播剧 陆剧女星Top6 赵露丝 朱莲玉木 徐我要眼 赵露丝两部带播剧都很有看点 朱莲玉木是赵露丝和刘亦宁的二次搭档 当初两人在长歌行CP感满满 这次火花应该也不用担心 朱莲玉木是大女主经商剧 当初赵露丝在长歌行的糖妆就很让人惊艳 这次朱莲玉木的造型也相当明媚华贵 只要剧本不崩 播出是肯定不求话题 另一部是和陈伟婷合作的现代甜蜢剧《徐我要眼》 这部剧近期刚开拍就冲出高话题 《徐我要眼》不同于偷偷藏不住那种青春甜爱 这是熟男熟女的爱情故事 美女主播精心装点自己的绅士 嫁给都市精英男主 后来婚姻崩盘 男主追起火葬场 题材看起来挺吸引人的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 陆剧女星Top5 张若南 男红 张若南也是9月后叙事待发的小花 她接下来首握一部高热度甜蜢剧《男红》 这是偷偷藏不住姊妹作 映着偷偷藏不住的成功 让男红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两部剧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而且人物有联动 男红因而未波香火 男红找了白婧婷和张若南搭档 定决时张若南的选角 就有很多书粉觉得不搭 男红女主温以凡是个美艳高冷 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的笨蛋美人 而张若南虽然美 但太有凌家感了 被认为和小说形象落差有点大 不过目测 男红热度肯定也不会少 不知道能否超越偷偷藏不住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 陆剧女星Top4 白鹿 白月泛星 临江仙 北上 白鹿拿下第四 白鹿今年推出的 《长月静明》 《宁安如梦》和《以爱为盈》 每一部都顺利走热 是陆剧新生代的收拾女王 而接下来 白鹿主演的古装剧也都很受瞩目 像是仙侠剧白月泛星 白鹿在这部剧的古装扮相非常美 和男星敖瑞鹏看着也挺配 应该能期待一下 另一部是和曾顺西大藏的线下剧《临江仙》 于正好称临江仙前三分之一 比鬼怪好看 中间三分之一比黑暗荣耀好看 男主人设向鬼怪的恐流 不过上一部拉了鬼怪来对比的 《以爱为盈》 只敢被全网吐槽 希望临江仙质量真的像于正说的那样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 陆剧女星Top3 剧经一 钱相隐 剧经一虽然演技一直被批评 但人气依然高 她的剧也有固定的收拾族群 近年推出的《华尖令》 《华容》网播成绩都不差 剧经一的代播剧《千相隐》 依然是古装偶像剧 仙侠题材和宋伟龙二搭 《千相隐》长来长月精明的导演指导 剧经一和宋伟龙的颜值很高 装造 审美应该能期待一下 但演技就难以保证了 讲述青秋孤女小棒锤 因缘机会进入除凤书院休息 结识了狡猾聪明的少年雷修远 她陪伴她不离不弃 五年后小棒锤脱胎换骨 成了冰雪之字的江离飞 她天赋异禀的资质 令那些老谋胜算的目光 开始追查她的身世和来历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 陆剧女性 套跑二 杨子 国色芳华 杨子拿下第二 虽然最近《长相思》第二季 可被有点崩盘 但杨子的号召力依然没话说 杨子今年推出的古装偶像剧 《长相思》 陈香如蟹 都有顺利走热 而且杨子是少数演技生活肯定的 新生代演员 观众看到是杨子的剧就会想追 而杨子目前手握代播剧《国色芳华》 大女主经商题材 这是杨子和李线 在《亲爱的热爱的》之后的 又一次合作 话题肯定不会少啊 剧中杨子将饰演商骨之女何维芳 她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 合离出户后 凭借培育牡丹的技能 涉足伤害 君君很期待童颜夫妇再次重逢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 陆剧女星 迪丽热巴 力剑玫瑰 萧綦 清嚷 慕续慈 冠军是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接下来三部剧都很有看点 有正剧 力剑玫瑰 还有最近新街下的古装剧 慕续慈 找来长相思导演知道 迪丽热巴合作陈飞宇 迪丽热巴在慕续慈要饰演 龟虚最强女领主 是比较霸气的角色 感觉热巴很适合 迪丽热巴和陈兴旭合作的 萧綦清嚷 期待度也很高 这是迪丽热巴没尝试过的 悬疑智怪题材 萧綦清嚷是表面人淡如菊 实际波拉很利的疯刀女主 vs表面风流浪荡 实际我心长达的孤勇男主 展开的冒险故事 迪丽热巴又美又撒 陈兴旭也很有苏感 这CP很让人期待呀 好了 看完以上微博票选 最想看她的代播剧 陆剧女星套布什 你最期待谁的代播剧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